歡迎來到 下... NEWS 雨下有點大 你幹嘛跟我約在這邊 是啊看你不是你今天 你現在這個時間才從 才從馬來下回來 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就只有這個時間可以打球了 我這個禮拜 我最近每次看那個 我每次只要看我的形式 因為我看完都超常哭的 我都覺得這個心理素質就是 就是專長前真的很煩 你有一點比我爽的是 至少都賣完 蛤 你們還沒賣完 我還沒賣完 但是呢 最近傷心欲絕 把所有的歌都上傳到Youtube了 這算是今年 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嗎 我真的不得不說 這次那個 就是許正泰跟劉瑋的歌詞 真的越來越差越 對就是 就是怎麼會 這兩個人已經長得不太 成為兩條平行線 許正泰有點像 消極的跟社會的模式做一個盒子 得了便宜還賣怪 就是好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劉瑋就是 我我得了憂鬱症 我覺得對 我覺得我們這段聊天就已經算是 這一週最重要的事情 這一週又沒什麼事情 對又沒什麼大事 那爆活動吧 好 首先就是11月9號 Legacy 傷心欲絕訓 到簡直 四個藝術品 剩下一點點票 大家趕快把它買完吧 這個播出的時候已經禮拜四了 那過一天 對就是最後可以買票的時候 對 拜託大家 趕快讓我們收好吧 我好希望收好 收好 老王應該已經收好 我們就不特別 具體了 幹嘛 收到的幹嘛 這樣子 對 但是要支持我們這種賣票 賣得很辛苦 還有11月9號 11月10號 這兩天 有一個活動賣票也賣得非常的辛苦 什麼活動 在Revolver 是由我們偉大的聖元智先生 Revolver的Dan 他所舉辦的一個活動 他邀請了一個 應該是法國團 他是一個 歐系的 那種情緒Post Hardcore 然後 玩一些氣氛玩得很好的一個樂團 叫 The Lesbian 法文是不是 如果你們看完 遜到前四個藝術品 還剩一點錢的話 10號記得去Revolver看一下 或者是你很討厭現在的傷心欲絕 你也可以去 9號的時候去這個活動 好我們已經配票配完了 就這樣分配 OK 還有什麼活動 Legacy還有什麼活動啊 台中Legacy 11月9號 有一個 台中的朋友應該去看一下 也是一個 算台灣 已經算頂尖的Post Hardcore Upset他們的專場 好 禮拜五的時候 8號 有那個 之前 曾經得過菁英獎 最佳老師的歌手 還是最佳嘻哈專輯 Zambo Zambo Zambo他的專場 絕情少年 絕情少年 超未來播 超未來播 對 然後11月9號呢 在Pipe的話就是 一個香港團 然後香港團 現在就是很辛苦 好 來自香港的化媒露 然後他們也要舉辦專場 不幸動我們撞起 導致他們現在賣票 還沒賣超過100張 哎呀 哎呀 算了他們倒楣 我們還有什麼要聊的 對 齁 這 我覺得 小地方這場應該已經收到吧 5場加完場 Gas and Hasty 在小地方 一定很容易就賣了 這個應該 應該買不到票了 應該OK啦 對啊 這座還有什麼 有說得這麼可啊 MV 這座MV其實很多 我都在想 要講哪一個是這樣的 我剛剛才看那個滅火器 滅火器就是 可是滅火器 怎麼變那麼兇啊 這種歌就是 蠻能期待現場的 對 那也據說呢 火球技將會 可以開放這個滅火器 第五張專輯的預購 那個 那個有一個很棒的 有一個很棒的 蘆州女孩 那個 胡州啦 胡州 胡州 胡州跟蘆州不一樣 胡州是幹嘛的 胡州在東湖好不好 在台北市 在偉大的台北市 好啦 胡州女孩 問題總部嘛 對 裡面的丁家蕙好可愛 對 真的好可愛 就是你必須 必須 點開這個MV的主要原因 就是丁家蕙在那邊 然後有可能 可能十個丁家蕙 十五個丁家蕙 一同時在那邊 一堆丁家蕙在做同一個動作 哇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啊 我想想看 Julie啊 啊 吳卓源齁 欸吳卓源那個 你知道 我看他腿很長 那邊 沒有 到後面還有 他還有在那種 在浴缸裡穿白襯衫 不會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的導演是林宏瑞 就是我美秀集團的 御用導演 對然後他的平面設計是李威 我就覺得 哇這個整個MV都是美秀集團的必勝公式的 還有什麼 喔那個啦 Merry C的Future 他們那首其實是舊歌 就是陸橋 他們派了一支MV 然後那支MV呢 我又要講 就是又九分多鐘 然後又歌曲在中段飛到 然後 演戲 對對對演戲 然後又講台語 那個裡面的人要講台語 這樣 這件事情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 他們派演那個世界到底 是真的存在的嗎 各位朋友 如果你看到有任何不高興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 都是他講的 好但重點 我覺得他講這句一定要剪進去 一定要剪進去 就是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那個Riff很棒 那個Riff真的很棒 就是他有一個貫穿整首歌的一個 一個主劍奏 很牌 很棒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MV 帕胖團也有出 帕胖團的新MV叫做 2049 2049也是他們這張專輯的名稱的樣子 反正怕胖團這張專輯就是要走一個Cyberpunk 就進未來 太晚了吧 欸這個要剪進去 這個有點太直了吧 沒有可是 欸都現在還要Cyberpunk 沒有可是那個 我覺得蠻酷的點是 因為他新MV其實算是一個Lyrics Video 可是他整支都是用動畫做的 然後是一個 像是近未來的計程車 然後再穿越一個隧道這樣 晚了一年啊 漏網之魚 黃西皮 對我們之前一直都 每次都會忘記講黃西皮 欸非常抱歉 因為其實我們很喜歡黃西皮 反正黃西皮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 69 69 眾人皆罪我69 的69 反正這個黃西皮真的很不簡單 就是你看他們做的東西 到底進步時代多少年 其實你沒有辦法推過 反正黃西皮這首歌真的很棒 就是很trif 然後目前的點擊次數是500 500多 對 反正就是我知道你們聽不懂啦 反正要破完 東京奧運打完啊 他有沒有辦法到底玩呢 我覺得不會 我也覺得不會 會 好那希望第三次的東京奧運 黃西皮可以成為那個 開幕式的嘉賓 好 黃西皮 那就是這個禮拜的夏剛年了 拜拜 黃安 剛輸完下場 然後我剛被扒了一個超大鼓 被扒到那一刻我腦中閃出了一個影片 幹我忘記講的洛日飛車 洛日飛車出了新年病 攝影師在這裡 好 是否可以